大家好 歡迎收看下午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我是謝美琦 來到午視第一擊先跟大家跟進行指方面上午最新表現 今早高開227點 五星福一度收到只升127點 半日低位見過22567點 但直到走勢就開始轉強 還越升越有 半日低位見升了485點 收報22925點 國企指數升近3% 最新報在10619點 大市成交有488億 跟大家先跟進一下活躍股份榜方面的最新表現 先看十大活躍股份的情況 排頭位的是中移動 升幅超過3% 見到股價最新報在93.95 騰訊控股升近2% 報145.3 中聯通10.96 升超過1% 中國屏保 見到都升超過2% 最新報在42.7 安石A50 升超過2% 報10.96 然後看看工商銀行同樣升超過2% 升幅不錯 最新報在5.05元 港交所跟隨大市向上升超過2.7% 最新報在202.2% 建行升超過2.6% 最新報57.4% 至於右邦保險 升超過2% 報44.8% 最新報在9.5元 中國銀行升超過3% 報3.7.3% 接著跟進是十大升幅方面的表現 股份來自主板方面的股份 在頭位是編號542的新領域集團 見到升了1.8% 有多 中午收報在2.3.7% 上方清熱能源方面整個板塊都是向上 而來講升幅都比較多 升超過1.6% 升期見到收報在3.07元 亞太資源升超過1.6% 日成控股都升超過1.5% 月秀環保都升超過1.4% 中午收報在3.5% 另外幾隻 見到九元集團升超過1.3% 至於人行實業 跟金保通、經信通信同樣都升超過1.2% 中國城市軌道科技就升超過1.2% 跌幅榜方面 見到牌頭位編號就是674的文化地標投資 跌超過8% 但跌幅不算太多 見到收報在6.7% 動感集團 以及北亞資源 還有金川國際 同樣跌超過7% 國際方面就跌超過6% 接著就是要來集團 達福利國際都跌超過6% 中國智能海東升要跌超過5% 中午收報在1.2.6% 漢基控股和長江製衣就跌超過5% 接著就是藍籌股方面的表現 見到今天半日做得最好的是招商局國際144 半日升超過5.5% 緊隨其後就是神華升超過4% 相反見到尼豐494方面 受到旭爾瑪發刑警拖累 股價就一般 跌超超過3% 是跌幅最大的男手 接著跟大家跟著 沽空榜方面的表現 見到半日沽空金額 又超過32億多 沽空得最多的是港交所 沽空金額佔了1.54億 不算太多 佔了股份成交超過2.3% 安石A50 高昂金額1.47億 佔了股份成交超過2.5% 騰訊控股和中聯通 還有就是利峰都緊隨其後 高昂金額介乎1億至1億3千多萬 佔了股份成交不算太多 但見到利峰 佔了股份成交比較多 超過4.7% 接著請來分析員跟我們聊聊天 有遙才證券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Aman 你好 先和你談談大市方面的情況 似乎半天收市的時候 越升越有 可否看看技術方面 10天線和50天線有個交叉凝聚了 出現了黃金交叉的利好訊號 是否恆之有機會再上 短線來說市場氣氛的確是不錯的 即使看到昨天和前天 內地出的PPI和進口數據都出得比較差 但是這次A股的反應 就沒有好像對上幾個月 看到差的數據就立即大跌下來 看回市況當中 即使昨天的市況有些調整也好 但是跌幅不是特別大的 而且成交金額也沒有顯著增加 你說去到今早又再升過 反而看到成交是上升了 那麼兼且都見到上升股份的數目 都有成是過千隻的 那麼兼且都是見到內地 各上證指數方面都站得穩在 3,300樓上 那換言之就說現在市場的焦點 都似乎不是擺在那些經濟數據 或者整個經濟的層面上面 反而就說可能都會聚集回來 在這個月底開五中全會 那究竟是談十三五規劃 綱領的時候會有些什麼突破的發展呢 就算你說會還沒開 其實都見到最近這幾個星期 就不斷是有一些不同關於產業的 振興的政策 一些支持的政策是出了台的 那例如你說之前就說 電訊方面那個鐵塔公司 就會正式收購一些資產 還有就說見到昨天 也都是收市之後 就說內地那邊國務院就公佈了 就說接下來五年 就會投放就是1400億的人民幣 下去加強農村寬帶的建設 那另外再加上一些新能源 互聯網家等等的概念 都不斷是有些炒作 有些消息傳 就說接下來可能會調高一些的目標 那所以對於一些相關的股份來講 都是有幫助 那另外是那個資源價格 看到昨天就是今屆又繼續 是創一個近期的系高位 油的也是做一些反彈 所以見到今天一些資源類別的股份 例如說一些油股 一些的煤炭股等等 都是有個不錯的表現 那如果你說當見到今天那個星市 是很多板塊都是有個全面的上升的 不是說只有一兩隻的股份大動的話 那我相信短線那個市場氣氛 都仍然是利好的 那再加上剛剛提到那個是技術面上 看到之前就說穿回那條50天線之後 就去到今天是連續第五天都叫站穩的 那條50天線樓上 那也都是看回那條10天線 都叫做是向上 有個似乎升穿50天線的訊號 那我相信短期裏面 整個之前營造了的箱底的形態 都有機會繼續運行 那看回之前的箱底 那個底部和頸線的距離 大概都有是2000點左右 那雖然你說算回這次的量度升幅 當升不足2000點的 升回其中三分之二 大概都可以升到就是1500點左右 那換言之你將去22000再加上1500點上去 大概目標就可以去到23500點左右 麻煩你了 Jason 你們最後和大家多跟進一下 兩隻新股 今天來說在主板上市的最新表現 分別就是1476的行投證券 以及1533就是蘭州莊園牧場 看到半天的那個收市表現 都比定價是為之高的 暫時是1476最新報在4.25 至於是131533就報在5.43 這段時間差不多 麻煩你 Jason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今天 Glas